一些人的健康通行证将失效 法国政府发言人加布里埃尔·阿塔尔 14日介绍说 奥密克戎变异新冠病毒比德尔塔更具传染性 他强调 法国已经采取的新冠检测 基因测序 边境控制等措施 减缓了奥密克戎变异新冠病毒传播 尽管奥密克戎变异新冠病毒 为疫情防控带来威胁 但目前没有进一步加强限制的计划 这是因为法国人2020年 已经在新冠疫情影响下过了一个圣诞节 他们了解节日期间的防护措施 加布里埃尔敦促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 接种新冠加强针 以免健康通行证失效 从15日起 法国65岁及以上人口 如果在7个月前完成新冠疫苗接种 必须接种加强针 才能使健康通行证继续生效 这意味着 在5月17日之前完成接种的65岁及以上人口 必须在12月14日之前注射加强针 如果在6月25日完成接种 最迟因在2022年1月24日接种加强针 完成新冠疫苗接种的7天后 健康通行证生效 但接种加强针之后可以立即生效 目前法国65岁以上 符合加强针接种条件的人口 约有40万人 尚未接种加强针 相当于5% 他们可以直接前往接种加强针 无需预约 法国负责工业事务的代表 在14日表示 法国拥有足够的疫苗储备 现有2700万剂的库存 2022年1月和2月 还将每月收到1500万剂 2022年和2023年 有6700万剂的订单 这意味着 无论发生什么 我们都有能力为法国人接种疫苗 法国的奥密克戎变异 新冠病毒传播水平仍然很低 关于这一新变种的研究 结果仍然有限 但当局将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 采取预防措施 根据英国的研究 奥密克戎比德尔塔 根据传染性 但不一定会导致更严重感染 而且接种新冠加强针仍然有效 法国Livret A要加息应对通胀 当地时间13日 法国经济部长布鲁诺勒梅尔宣布 法国A种储蓄账户Livret A 利率将在2022年初上吊 布鲁诺勒梅尔没有具体说明利率上吊幅度 但据法国经济部消息称 政府将在2022年1月提出加息建议 并将从2月1日进行调整 近几个月来 在通货膨胀影响下 法国人一直期待A种储蓄账户利率上吊 当局也多次提及这一点 法国央行行长8日为加息打开大门 透露将考虑过去6个月的通胀率等因素 向政府提交A种储蓄账户的加息建议 该建议预计将于2022年1月中旬提交 目前法国的A种储蓄账户利率为0.5% 根据法国国家统计与经济研究所INCE的数据 10月份的年通胀率为2.6% 这意味着存钱的回报率基本为负 将钱存入A种储蓄账户的人正在赔钱 消息人士称 A种储蓄账户利率可能提高到0.7%或0.8%左右 A种储蓄账户是最受法国人欢迎的理财方式 约5500万人拥有该账户 新冠疫情爆发后 A种储蓄账户的存款额实现创纪录增长 2020年存款额超过350多亿欧元 离2019年翻了超过一番 但自今年5月以来 随着通胀加速和消费复苏 净存款额的增长开始放缓 就按缠身 前内政部部长入狱服刑 前总统萨科奇的亲信 曾出任内政部长的盖昂 Cloud Gant 12月13日在巴黎入狱 司法部门认为 76岁的盖昂没有依照2017年的司法判决 及时缴纳罚金 由此盖昂成为法国有史以来 第一位坐牢的前内政部长 巴黎总检察官发布公告称 当事人今天到巴黎检察院刑罚执行出报道 随后被收监 关押在巴黎的拉桑特监狱 盖昂因为内政部用现金支付奖金案 于2017年2月23日被判两年徒刑 其中一年缓刑 另外判罚7万5千欧元 他此前以假释刑事服刑 但是今年11月巴黎上诉法院 取消了他的三个月缓刑和六个月假释 因为他没有及时支付罚款赔偿金和利息 正是为了执行这个决定 盖昂13日被收监 巴黎上诉法院的这个决定 还在总统府民调案的庭审中引发辩论 这非常罕见 盖昂作为前总统府秘书长 在总统府民调案中作为被告 分别于10月和11月两次出庭 他的律师说 鉴于盖昂的身体状况 将向量刑法官提出申请 要求对刑法做出调整 律师还说 他尽其所能缴纳罚金 就是说每个月缴纳3000欧元 他没有隐匿的钱 所以不能偿付更多的罚金 但尽管如此 司法部门还是决定将他投入监狱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